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回到MetLab的第三堂课 Script Writing 那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会最主要讲解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在MetLab如何撰写程式 因为在上一堂课我们教授 怎么样把MetLab当作一个计算机使用 那今天使用的方式 是把它真的当作一个程式语言在撰写 怎么样去撰写一个MetLab它的程式 就是Script 那第二个部分是Structured Programming Structured Programming就是泛指 一般我们看的if、else、while这些指令 那第三个部分是User Defined Function 也就是说当我们会使用 会撰写Script了以后 那接下一步 我们如何去撰写一个function 一个我们常常需要用的方程式 那我们要呼叫这个方程式 就是把这个程式 存成一个叫function的一个资料形态 一个档案形态 那我们就可以去呼叫它 就好像你不叫psi、cosi一样的方式 所以今天的课程内容最主要分成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就来先看第一个部分 Script Writing 那一个MetLab Script就是一个MetLab的程式 像这样的程式我们通常会把它存成 .mfile ok 那这样的一个程式它跟我们其他常见的程式语言 比如说像C啊 Basic、4chan 非常的像 只是一个script 它是一个比较 它不用compile 不用经过compile它就可以执行 它是一个interpreted language 就是说MetLab这个程式会去读这个script 一行一行去读它去执行 不会把它compile成可执行档 这是最主要的不同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去create一个script file 那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到MetLab去 我们会看到 把MetLab视窗打开以后 在这个视窗的左上角 有一个newscript的按钮 那当我们按下去这个newscript按钮以后 那就会有一个scripteditor出现 那这个editor可能会在你MetLab视窗 或可能它是独立一个视窗 看你个人的喜好 那我的习惯是把它独立成一个视窗 好这样子我们就create 应该说我们就开启一个editor 那这个在editor这个地方 这个scripteditor 我们就可以编辑我们的script 然后撰写我们的程式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程式会是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回到投影片 我们的第一个程式 请大家把投影片第四页里面的范例程式 我们copy到我们scripteditor里面来 所以我把它直接copy过来 那基本上大家就会看到 诶 我的范例程式现在在这边 那我要执行这个范例程式 要执行这个范例程式 那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run的按钮 我run了以后 它就会执行这个范例程式 第二个 第二个执行方法是 按你键盘上面的F5 这个按钮 F5这个按钮 那我把F5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 MainLab会问说 我这个档案 这个script要存成什么档案 select file to save age 那这时候 通常我们会 给script取自己的名字 那这个习惯了 名字 只要你找得到你的script都可以 只是这个script 它的名字有几个限制 第一个是 它不可以数字开头 不可以数字开头 第二个是 它的大小写是有差别的 大小写有差别 就跟变数非常像 所以 通常就是范例程式 我会存成untitled 就是没有给它特定的名字 那我们现在就存档 存档了以后 它就开始执行 那 大家应该看到 刚刚范例程式 它执行的内容 所以我们再run一次 其实它是一直在画图 一直在画图 把这个图贴出来 贴出来 然后再贴下一张 再贴下一张 所以看起来像动画一样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script 那教完这个script 这个内容 大家有空看一下 了解一下 这些functions 它们分别是代表什么意思 那不过 在 继续往前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下 整个MateLab 撰写程式 这个script editor 它的界面上面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上面有许多许多的按钮 那非常多的按钮之中 我想我们先介绍一下 function的部分 所以在上个星期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 sine cosine square root 这些functions 那我们在编辑function的时候 或是使用一个function的时候 常常会忘记 它是什么名字 那在这个editor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像是 equation的符号fx 那它其实是function 它是用来提醒你说 我想要找这个function 它叫什么名字 譬如说我今天如果要找cosine cosine找 我忘记cosine怎么拼了 我就点function 点进去了以后 它会出现一大堆的目录 那我要找的是数学function 所以我到mathematics这边来 到mathematics以后 三角函数是 应该是elementary math trichonometry 在这个地方 trichonometry的cosine 这时候 你把这cosine按下去 double click它 它就会出现cosine在这个地方 那sinecosine或许你记得 那有一些你比较不常用的function 你忘记它们是什么 你可以上网搜寻 或者是使用这个按钮 去找到这个function 所以这是第一个 它蛮方便的地方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在这个script editor里面 如果我要 进行编辑的时候 我想把某一行程式 我现在不想要执行它了 不想要执行它 譬如说现在这个程式 这个 print动作 我不想要执行它 那 有几种方式 你现在写了一个程式 我只要一执行 它就会全部执行 那 要么我把这一行删掉 或把它变成注解 就是不执行它的方式 怎么把它变成注解呢 在mainlab里面的注解是 百分比的符号 百分比的符号 好 所以我只要把 某一行前面加了一个 百分比的符号 它就是注解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一个comment的按钮 如果我加了一个 百分比符号 它就变注解 那把一个百分比符号 给删掉 它就是 就uncomment 就是 把它变成 可以执行的程式 那这个 部分其实可以 就是选择多行 我可以把 一个区块 它整个 mark起来 然后选择 选择注解 选择注解 比如说 整个部分 选择注解 整个部分选择注解 方式是按右键 把它选择起来 然后按 comment 按这个按钮 所以这样会方便很多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打 所以 这几行 都要把它comment 那要把它oncomment 就是 这几行选起来 然后按oncomment 它们就恢复成 可以 执行的程式 好 那 除了comment以外 我们还 多介绍 另外一个功能 跟comment很像 如果我是只有一个百分比符号 它是comment 如果是两个百分比符号 它就会 变成一个section 什么是section呢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萤幕 就是上面这是两个百分比符号 它是section 下面如果我再加一个两个百分比符号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section 所以上面是一个区块 下面是另外一个区块 如果我只要执行上面的程式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在 在上面的工具列有一个run section 这个按钮 如果我按run section 它就会执行 这个section 就是现在被反白的这个section 区块里面的程式 那如果我按run section 它就执行这区块 但如果 我按的是run 如果按的是run 是执行整个script 所以我现在再按run一次 我按run的话 是执行整个script 所以其实 我按run的时候 它就执行了 上面这个section 加下面这个section 所以这是 另外一个小tip 就是如果要执行这个MateLab的程式 它又分很多很多部分 那我就把它每一个部分 变成一个section 我就可以一个一个run下来 看看我程式 它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在debug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有用 那讲到debug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这个整个界面 怎么帮助我们debug 像我们第一个范例程式 如果我想要在 想要去检查这个 xline space 它执行出来的结果 正不正确 这时候我可以在 下一行的前面 这边有一排数字 1到7 对不对 我在这个数字4上面 有一个横线 上面点一下 点一下 大家会看到 它就出现了一个点 它目前 点的颜色是灰色的 因为它 现在 不是在 在执行的模式 那这个叫做break point 也就是说 我现在MateLab程式 它的执行是从1到7 1到7这样执行 那它从1 执行到2 执行到3 执行到第4 执行到第4行 之后 它就会 先暂停 先不去执行它 先不去执行它 然后先 在这个地方停止 那你在这个时间 得停止 你可以去看 我的记忆体里面 这些变数 它的数值 对不对 是不是我预期的 那个样子 那如果要进行debug 的话 就是一样我在那边 给一个中断点 break point 然后按run 这个按钮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诶 我这本来是灰色的按钮 现在就变成红色了 那红色以后 再来左边有一个箭头 它指的这一行 指的这一行 这时候 你就在debug mode 在debug mode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在MateLab的comment window 本来我是 我那个游标 前面是双键号 现在双键号 前面还有K 这时候就是debug mode debug mode 那在这个debug mode里面 你就可以看 我的记忆体里面 有什么数值 比如说现在有XI XI 那它的数值是不是 我预期的那样 依照我的逻辑 撰写出来程式 好 那我怎么样跳过 debug mode 怎么结束它呢 那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我本来run run的按钮变成continue 变continue 那我continue 如果我按下去 它就会继续 但是它还会再回到 这个中段点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for回圈里面 这个for回圈里面 它会执行它十次 所以我按continue 它会又回到这个点 好 所以当可能刚刚如果注意到的话 在debug mode的时候 我把我的滑鼠游标 移到某个变数 MateApp会把这个变数里面的内容 显现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debug的时候 我们会常用到的功能 好 那我先把中段点关掉 然后continue 这样我的debug就结束了 这时候script整个是run完了 那我再回到我的comment window 我的comment window 这时候它的游标前面又变回 原来的双箭头的样子 OK 那基本上这是我的debug mode 好 那在继续之前 我在教一个小小的tip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范例程式中有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 目前对齐的还蛮漂亮的 我一个for 后面一个end 中间有三个缩排 那有时候我这个缩排啊 它会不见 类似像现在画面上一样 它就不见了 那我要让这个缩排出现 其实我看程式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看得懂 这时候我就把 我程式所有程式区块都反白 你按Ctrl A也可以 它就反白 然后按滑鼠的右键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smart indent 这个按钮 我按下去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缩排 给显示出来 所以这很方便 这很方便 那基本上以上就是 我们在MetLab Script 这个script editor它里面 很常用到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script editor呢 它是帮助你 就是去把你的程式码 就记录在这里 它不像command window command window是你打了 它就不见 你打了它就不见 你就看不见 它就可能就跑到history里面去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从这堂课开始 你在执行MetLab程式的时候 都用script editor 这样会比较方便 在你编辑也好 在你记录也好 那你也可以把这些.m 这些MetLab script file 给存档留存下来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回来再找这些内容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script 也解释了一下 那也script editor的功能 也解释了一下 那我们继续往前 好 在这个地方 这一页slide number five 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review 也就是说 我的script flow 是什么 就是我的script 一个程式码 它是怎么执行 在MetLab里面 我的程式码执行 是依照这个行的顺序 我从第一行先 再移到第二行 再移到第三行 移到第四行 移到第五行 好 这样移去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 那所以写程式其实是 这个逻辑蛮 也不是逻辑单纯 就是说它的顺序是 先后顺序是蛮简单 就是它就依照这个行的数目 好 来做它先后顺序 但是有时候我们写的一些程式 它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可能这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直下去 对 撰写程式来讲 不是那么的方便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structural programming 什么叫structural programming呢 那像刚刚的范例程式 它就是一个例子 其实它是一个for回圈 for回圈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执行 这回圈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还要再回来 再一次 然后到end的时候 end是最后 再回来 再一次 一直在这边 到圈圈 这叫一个loop 那像这样子的 一些写程式的技巧 我们就叫它structural programming structural programming 那structural programming 在介绍之前 我们要先看一下 就是MateLab里面 有哪一些structural programming 的指令 是available 它有提供的 所以 最基本都有 那我在这个地方 把它当做一个review 也就是说 我假设 大家多少 都有一些 programming的经验 多或少 那在这个方面 也大概知道说 这些structural programming 他们指令内容 是什么 所以大概说明一下 而且最主要是 在MateLab里面的用法 跟在其他程式语言 又不太一样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 这些指令 他们是如何使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哪些指令可以使用 我们有 if else if 有这样的指令 那有for for的指令 回圈的指令 switch case这个指令 那otherwise 这也是跟着switch 然后try catch 但比较不常用 比较不常用 但是还是有 然后while 我勾起来是比较常用的 好 那跟着 这些指令 我们还有其他 譬如说 像break continue end 这是跟着上面 就是说 它是配合上面 某一些特殊structural programming 它的comment来使用 那还有post 还有return 好 那在介绍structural programming 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rational operators 这个跟structural programming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structural programming 里面 有时候会有一些condition 譬如说 什么是condition呢 if 英文来讲是如果 如果怎么样 这里面有一个condition 那它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这condition是一个 rational operation 什么意思呢 如果譬如说 有一个变数 a大于10 a大于10 那这个部分就是 它是一个condition 那这个a大于10 是不是成立 它是一个逻辑上面 是不是成立的一个判断 那它当然就是一个logical 或我们叫rational operation 所以在讲if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把这condition的部分 讲清楚 所以我们这边讲 rational operation operator 其实就是在讲说 是有一个变数 我要测试它 是不是大于10 这个变数是不是等于10 这个变数是不是小于10 或者是它是大于等于10 或是它是小于等于10 像这样子的判断 它就叫做rational or logical operation 那它出来的结果 像譬如说a大于10 它的结果 结果有几种可能 再问一次 a大于10 像这样的一个判断 它出来的判断结果 有哪几种可能 基本上这两种 OK 一种是1 1就是yes 就是true的意思 第二种是0 0就是false 就是not true的意思 也就是说a 它次数大于10 结果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yes a大于10 另外一种是no a小于10 小于等于10 那像这样子 这样的结果 大家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它叫做logical 因为它是bollen bollen bollen出来的结果 当然就是true跟false true就是1 false就是0 好 像这样的operator 用来判断 一个 或用来做逻辑判断 这个operation 里面就会有operator 这样的operator 在metlab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 1 2 3 4 5 6 7 8 8种 那 所以我刚才给了蛮多范例的 小于小于等于 大于大于等于 等于等于 这些都提到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等于等于 相反就是不等于 等于等于就是 a等于10 a等于10 那它跟一个等于不一样 一个等于是assignment 比如说a等于10 a等于10的意思是 我把10这个数字指定到a里面 那a等于等于10是 再问a是不是跟10相同 a是不是跟10相同 所以这两个operation完全不一样 好 那a是不是跟10相同 还有另外一个 是a是不是跟10相反 a是不是跟10相反 所以下面这个 这个就是相反 不是跟10相反 是跟10不同 那equal to a是不是跟10不同 那在这个指令里面 可能大家稍微注意的是 它跟很多程式语言不一样 在manel里面的不同 那equal to 它是用tilt加一个 equal side tilt加一个equal side 那如果我们在c language 它的boot等于是 用惊叹号 用惊叹号 所以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那比较容易搞混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这个是常用的rational operator 好 那 再来 再来 这两个地方讲完了 所以 我们说了 我在structural programming之后 我会有一些comment 它里面会需要判断 这个判断里面 我们会用 逻辑 逻辑的判断 运算子来做判断 所以这两个结合以后 我们就可以介绍 介绍 比较常用的一些 structural programming 使用的语法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第一个 那就是在slide第八页上面的 if else if else 这三个指令 好 在我继续之前 我先 说明一下 在所有的 这些structural programming的语法 它们都会必须要配合 结束 一个结束的指令 就是我的判断 我有一个 假设if 这是一个判断 那它就要有一个结束 end 那这时候 这一块 这个区块 end表示是 end of some structural programming command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一个structural programming的区块 所以 所有manel里面的诠释 这structural programming command if 还有while for这些 都会跟着end end 这个指令 好 所以 那if它怎么使用呢 if怎么使用呢 if后面会跟一个 一个condition if后面会跟一个condition 当我这个condition它是成立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 这个statement 所以大家看到 statement1被执行 就是condition1 是true condition1是true condition1是true statement1就会被执行 那 else if就是 condition1它不是true 所以这时候我去check 第二个 第二个condition else if 如果 第一个不是true 那 那再来呢 第二个是不是true else if 是不是true 如果是 第二个condition是true的话 它就执行第二个statement 那如果第一个跟第二个都不是true 有可能有第三个选项啊 第四个选项 这时候 这时候 我们就会 用else 如果这些都不是的话 那怎么办 这些都不是的话 那就执行第三个statement 第三个statement 所以这statement它是一个动作 那condition是一个 我要去检查 它是不是成立了一些条件 所以condition是条件 statement是动作 那如果就是 所有条件都不符合 我就用else else就是 所有的条件都不符合 就是otherwise 好 那我举个例子来看 所以这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看右边的 这个Mate of Code 我这边执行这个程式里面 首先我让一个变数 a等于3 它是一个real number 它数值等于3 好 然后再来我用一个 一个方圈叫 remander remander 余数 余数 余数就是把a去除以2 把a除以2 好 把一个数除以2 我出来的结果只有 它的余数 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等于0 如果这个a这个数 它是一个even number 它是偶数的话 如果a是add number 出来的结果就是1 所以我出来的结果不是1 就是0 好 那如果 我在一个example里面写的是 如果我的 我的余数它的结果 它的数值是0 a去除以2余数是0 那表示它是偶数 所以我就会display 这是一个动作 display a is even 那如果不display a is even 或是这样说好了 就是a除以2 不等于0 不等于0 它就只有 另外一个结果 a 它会 除以2 会等于1 如果a是整数的话 那这时候我就display a is odd a如果除以2 它的余数是1 如果是1的话 那表示它是G数 对不对 G数的话就display a is odd 所以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基本上就是 在解释 就是把a去除以2以后 我的余数是G或O 是这样而已 好 那这个程式 我们从这个程式 稍微再观察一下 我刚才讲说 这边是structural programming 那我现在 先把它标号 就是标行号 1 2 3 4 5 6 好 所以structural programming 到底在干嘛 我本来程式执行的方式是 第一行先执行 再执行 第二行再执行 第三行执行 第四 第五 第六 对不对 那structural programming 它就 如果你使用structural programming 它就不会依照这种方式 去执行你的程式 那比如说 假设我算了这一行 这一行结果是 它是od 它是一个基数 这时候 它会直接怎么样 直接跳过第三行 去显示第四行 跟第五行 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在第一行 设定a等于3 在第二行 去检查 这个3除以2 它的余数 是不是等于0 所以我做了这一行 那我做了这一行检查 检查它结果不是0 不是0的话 它就会跳过 这个statement 就是不做这件事情 然后跳到else 然后跳到这一行 display is on 然后跳到这一行 所以structural programming 就会让你跳过某一行 让你跳过某一行 像这样子的方式 都叫structural programming 好 那再来我们看这个范例尝试 它怎么执行 它执行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把范例尝试 copy到我们的script editor 然后这时候去执行它 执行它 执行的结果 当然不会在script editor里面出现 它会在我们的command window出现 这时候显示a is odd 我们再执行一次 在这个地方我按f5 它就执行了 回到这边a is odd 那a现在是3 当然它就是奇数 如果把a改成6 然后再执行它 a is even a就变偶数了 所以这个是 if else if else 好的语法 好 那我们快要把这页讲完 这页里面 我想多再强调一下 else if跟else 这两个是option 也就是我可以 程式把它写那么简单 if a2等于0 display a is even and就这样子而已 就说a如果可以整除于2 那a就是even OK 那如果这个不成立 它就直接跳过它 跳了and去 那我可以不用else 不用else if 这些是OK的 只是要看它能不能达成 你想要达成的目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 if else if else就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移到下一个 structure programming 常用的 switch 好 if跟switch 它的差别在于 好 if的话是 它是判断 后面的condition 是不是true 如果是true 我就执行这个statement 我就执行这个statement 好 那switch它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switch的话 我是 我这个input 它这个condition 它不是一个true false condition 它是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有可能有很多种变化 1 2 3 4 甚至-1 -2 -3 -4 都有可能 那我会依照我这个后面 switch后面这个数值 去找我相对应的case 就是 我这个数值到底是哪个case 它可能是1 case1 case2 case3 那我在执行 这个case它对应的statement 是什么 statement是什么 所以这时候我的变化就很大 我的这个expression 它可以是 不是只有一个true false 的结果 好 那有什么 例子呢 比如说 我现在如果是输入一个数值 我用switch去读取 我输入了某个数值 右边这个范例程式 我这个数值如果它是1的话 这个input number 它如果是1的话 好 那我就会display 它的数值是1 如果这个数值它是 -1的话 我就会display 它是负1 如果是0 我会display0 那otherwise 这边一个otherwise display other value 就是说 我的可能性 当然很多很多种 不可能我的输入 这个是一个数 它的数值 只有 是负1 0 或1 它有可能是很多种 那如果是其他的 我就会display otherwise OK 所以switch其实也 蛮straightforward 我们来看一下switch它执行 这个范例程式执行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到 把它copy到我们的 script editor 然后去执行它 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input数值是1 所以我期望它会displaypositive 1 好 所以我们回到command window来看 它的确是displaypositive 1 那我把我的input value 如果改成 不是这里面 负1 0 1 的其中之一 我们改成5 好 这时候我们来执行它 好 它显示了other value other value 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switch switch它使用的方法 好 所以if跟switch if跟switch 这两个是非常常使用的structural programming的语法 好 我们讲说largical operation 它是某个数值 非常常用 那我们移动到下一个while while这个指令 好 所以while这个指令 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在执行什么 我们先思考 while这个英文 这个英文它讲的意思是说 当某个条件 while 当某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它就去做某一些事情 所以它后面会跟一个condition 这condition成立的时候 它就会做下面的statement 那当然最后也要跟一个end 那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它就怎么样 直接跳到end去 它就不跳 不会跳到statement 不会跳到statement 那当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它去执行这个statement 什么时候会跳出来呢 当这个condition不再成立 它就跳到end 它就跳出来 好 所以我们直接看右边 右边这个范例程式 用例子来讲解 比较快一点 好 那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会看到在wire后面有红色的字 红色的字就是我们的statement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function 可能大家没有看过就 prod 这是product的意思 就是乘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这个product后面有一个e column and 这column operator 大家记得吗 en 它的意思就是 123 4 一直到n 产生这样的一个向量 这一块 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向量 好 那我在product 这个function里面 如果放一个向量 123 n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把它们连乘 这是1乘以2 乘以3 乘以4 一直乘 乘到n 所以这样就等于什么 n的factorial n的 n阶层的意思 n的阶层意思 所以 依照这个 这个解释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一块 现在还在这一块 这一块其实就是 n的factorial n的连 的阶层的意思 好 那后面我们会看到 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也没有看过的东西 1 1 然后称以这个 然后后面接一个 英文字母 later 1 然后再 100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1 100 的意思 其实是 科学符号 也就是 10的100次方 那前面这个1呢 是 我们会常看到 科学符号 要写1 所以10的100次方 1乘以10的100次方 所以 在 在 Mellium里面 它的语法 就是这样写的 好 解释过这些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一块 红色的字 其实它等于 蛮单纯的 N的阶层 小于 10的100次方 这等于是一个 Condition 一个Condition 那 While 后面接着Condition 就是 这个Condition 它成立的时候 我就去执行 我的Statement 我的Statement 是什么 是 蓝色的这一块 对不对 N等于N加1 就把N给加1了 好 那 后面加一个N 所以 基本上 我们如果把这个程式 看起来 复杂 但拆解 它 它其实基本上 就是这样子 我要去检查 我的N阶层 是不是 小于 10的100次方 那我N从 从多少开始 N其实从1开始 在最前面 是 这边有一个Condition Initial Number N是1开始 那N每一次都加1 所以N 第4等于1 那 就是1阶 1阶是不是 小于10的100次方 Yes 4的话 那我就让N等于N加1 N就等于2 2阶 是不是小于10的100次方 也是Yes 那我就让N等于N加1 N变成3 是不是 成立 成立就继续下去 一直到 比如说10 是不是成立 然后一直到D N接成立 好 那最后 让这个程式 我可以得到什么呢 当N不成立的时候 这话 它就不执行了 N就不等于N加1 这就不执行 所以我最后这个算出来 我这个程式就可以算出来 我的N 接小于10的100次方 的时候 这个N最大会是多少 N最大会是多少 N接成小于10的100次方 结果这个N最大会是多少 因为当它达到最大的那个值之后 这condition它就 它就不成立了 它就不成立了 不成立 不成立了以后 它就会跳出这个 这块 对不对 然后它就结束了 它就不执行这件事情 那其实它是应该不是说N N接小于10的100最大是多少 应该说最大再加1是多少 最大再加1是多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它执行的结果 所以一样我把它贴在我的 Script Editor里面 这时候我去执行它 执行它以后 执行它 它结果不会有任何显示 它没有Display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我其实要去看我的N 我就打一个N N是70 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69阶层 它就会小于10的100次方 然后这个69 是最大的整数 它的阶层会小于10的100次方 会小于10的100次方 所以这是while这个范例程式 好在第11页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小练习 那这小练习 就请大家试试看 这个练习题目是这样 要利用一个while loop while loop 去计算 summation summation就是连加的意思 1加2加3加到999 OK 所以就是summation i i等于1到999 把它算出来 算这个 大家 有的同学会好奇 就是 为什么我要用while算它 如果你有学过for的话 你会想说 我就用for去做就好了 不过这边是一个练习 一样就是 让你用逻辑去算 到底这个数值要算什么 那for的部分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会教 如果用for去算它 好那这边请大家练习一下 好练习完回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进行 suck structure programming的command 好那到for来 好那在for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下面有一个小笑话 所以如果了解for的人 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for其实 它是用来执行一件事情很多次 那我执行几次这个数值 我可以给它 比如说for n等于1到10 这个意思就是 我执行某件事情10次 那这是我下面是一个task 或一个statement 我就执行这个task10次 那我们小时候常会被 罚写抄黑板 那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怎么样 像我从小不是那种很乖的学生 所以我们被罚写 那比如说抄某个东西500次 这时候懒的写 我就可以在黑板上面 写一个回圈 那我这个写for是 从1到500 那这是c的语法 所以就是语法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样子 我就完成我的罚写 所以这个罚写是什么 I will not throw paper airplanes in class 就是我不能在课堂里面丢纸飞机 所以这是一个笑话 那我们回到课堂里面 所以在for里面 我刚才大概说了一下 其实它是执行一件事情 执行 执行 10次 或者是你指定的次数 你指定的次数 那这里面会有一个dummy variable 这时候我用这个n去代表我执行的次数 这个n会随着我的for回圈改变而改变 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回圈在跑第一次的时候 n就等于1 那我可能会需要n这个数值在里面 在task里面 我会需要n 那第二次的时候n就等于2 第三次n就等于3 一直到第十次n等于10 那这时候我就把它跑完 那我可能没跑一次 我会产生一个新的数值 这新的数值我就指定到 这个某一个 某个记忆体储存的变数里面去 那我就 这个记忆体可能是一个array 这个array有 它的第一个entry 第二个entry 一直到第十个entry 有十个entry 那我就可以把它叫出来 把这个array叫出来看 那我们看右边这个 范例 右边这个范例 比较容易了解 我这边要做的事情是 for n等于1到10 n等于1到10 就是我要跑这个for回圈 跑 跑十次 跑十次 第一次n等于1 第二次n等于2 到第十次n等于10 好 那我跑这个回圈 for回圈跑十次 要做什么 我是要去算2的n次方 这边是2的n次方 然后把2的n次方这个数啊 我把它指定到 a这个变数 的dn个entry 所以 所以照这个方式 我在n等于1的时候 它会做什么 它会去算 a的第一个entry 它等于2的一次方 n等于2的时候 它会算什么 a的第二个entry 等于2的二次方 n等于3的时候 a的第三个entry 就等于2的三次方 就等于8 然后一直下去 一直下到 n等于10的时候 那就算 a的第十个entry 所以等于2的十次方 2的十次方 把它们通通都算完 算到n等于10 好 然后最后 程式最后面 在一个display a 再把a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范例程式 我们执行看看 它是不是 依照我们的设计 给这些数值 所以 把程式copy到script editor 然后再执行它 回到comment window 我们就看到 a它里面的数值是 2 4 8 16 3264 一直到1024 好 这就依照 我们的设计算出来 这个结果 好 那 这个地方 其实 要理解 不是很难 但是大家 看一下 我们出一个题目 如果 我今天要 我只要a的 不是a 2的 基数次方 2的基数次方 2的一次方 2的三次方 2的五次方 一直到 2的四方 13579 好 这时候 这个程式要怎么改 好 这个程式要怎么改 我能不能 把 increment increment 对 2把他加上去就好 好 这边有一个increment 大家记得 column operation吗 比如说从1到10 1 column 10 1 column 10 他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 产生一个 1 2 3 到10 的一个阵列 对不对 那如果我是 1 column 2 column 10 他是产生什么 1 3 5 7 9 这个vector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 我把increment 变成2 对不对 所以1加2 变3 3再加2 5 5再加2 7 7再加2 9 这样 会不会给你 我出来 结果 a a他就是 就等于 2的一次方 2的三次方 2的五次方 2的七次方 2的九次方 这样的一个vector 会不会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把这中间 column operation 的increment 把它加上来 在我们script editor上面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加一个2 ok 好 然后 我们在执行 按F5 按F5 ok 所以 好 我们直接把a 掉出来 a这个变数 掉出来 a这个变数 奇怪 怎么没有变 给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a这个变数 没有变 为什么a这个变数 没有变 我回到我们的头影片 我再讲一次 就是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 我先回到我script editor 我把n等于1到10 改变成n等于1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 我们本来 本来 本来a就已经算完了 它本来就在我的记忆体里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变数 已经存在 这个变数它存在 存在 存在在那里 我如果没有把它内容 洗掉 它数值还是在那里 所以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一个经验 我们在做数值运算的时候 要常常把某些旧的变数把它删掉 或把它数值给清掉 不然的话 会造成一些影响 就是 我这里面的数值 旧的数值还在 但是我没有发现到 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把a给clean clean掉 那这时候我要打 clear a 这个指令 a这时候 从我的wallspace 就被消掉 那我再回到 我的script 再执行它一次 我再按f5 执行它 这时候我的a就变成 2 0 8 0 3 2 0 1280 512 诶 这次是我的2的一次方 3次方 5次方 7次方 9次方 ok 这是我要的吗 不是 但很接近了 所以 这发生什么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slide 当我们去执行 好 当我们把 这边n改成1 2 10 的时候 好 其实 我让n等于哪些东西 n等于 1 3 5 7 9 所以它是指定 a的 第一个entry 等于2的一次方 a的第三个entry 等于2的3次方 a的第五个entry 等于2的5次方 a的第七个entry 等于2的7次方 2的第九个entry 对不起 a的第九个entry 等于2的9次方 哇 中间这个246呢 a的2 到哪里去啊 a的4 a的6 a的8 它还是指定0 把它塞进去啊 ok 所以这些数字就会被补0进去 好 就会被补0进去 好 那它被补0进去 呃 这是我要的吗 我要的其实是只有 2 8 3 2 这样的数值下来啊 好 不是中间空的是0 所以这要怎么改 好 我想这边 当做一个练习 让大家试试看 好 让大家试试看 好 所以要想一下哦 啊 比较 直接的方式是进去 好 对不起 进去这个地方 改它的index 好 就改这个n了 好 改这个n 好 然后上面这个n不要改 这是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 好 所以我这边不把答案给大家 让大家想想看 好 让大家想想看 好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我要出来 这个a 这个vector 它的数值就是 2的一次方 2的三次方 2的五次方 2的七次方 2的九次方 中间是没有零的 每一个数值中间间隔是没有零的 ok 好 那这边结束了以后 好 接下来 在for的部分 我们刚才会看到就是a 我在执行for的时候 其实它是在宣告 宣告某个变数叫做n 这个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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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直会改变这个a 这个vector它的大小 当我a等于1的时候 a它有一个entry n等于2的时候 a有两个entry n等于3的时候 a有三个entry 所以这a是一直在变大 它本来是一个vector 但是它只有一个entry 后来变两个entry 后来变三个entry 四个entry 一直变到十个entry 那这个动作 我们在执行这个动作 这个叫allocating 就是说 a它在改变 那a这个大小 其实每一次要改变 mallab就要把这a 原来的a secure住 然后去 记忆体里面 寻找一个区块 可以让这个a变大的 然后让这个记忆体 位置变大的 找到了以后 再把原来的a copy到里面去 然后再把新的a数字 也写到里面去 因为 mallab每次要写东西的时候 他要知道 我这个记忆体里面 有够大的位置 可以去写 我这个变数 这个位置如果不够大 他当然就不敢写 写了以后就是 你就影响到其他 记忆体里面的程式 所以 这个动作叫做 allocation allocation 那 实际上 allocation 其实会花到mallab的时间 会花到mallab的时间 好 花到他多少时间 我们不知道 但是 我们只知道 如果我们知道 a原来应该叫多大 我就一次宣告他 让他去 mallab去找到一个 记忆体的位置 知道说 a就会用到那么大 好 然后我把它摆进去 记忆体 mallab就不必 每一次 都要去记忆体里面 去找一个位置 好 让这个位置可以去 去储存 这个 a这个变数 那所以 像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要 preallocating 就是预先告 我先把他 宣告 把他位置先 先 找到 预先告 这样当然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来看 下面有两个程式 一个是 没有先预先告 那另外还是有先预先告 所以这个是有 v这个程式 是有 preallocating and 这个程式 not preallocating 差在哪里 其实差在这一行而已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程式码中 有一个 a等于zeros 好 在zeros就是宣告一个 0矩阵 在0矩阵 在0矩阵里面有 2000个 2000x2000 2000个row 2000个colum 宣告这个矩阵 那宣告这个矩阵 我们就把 这个矩阵够大 可以除成 所有a的数值 好 那我那边 其实是 有两个后回圈 这两个后回圈 每一次都在改变 a这个矩阵 不同位置的数值 不同 因为我有 这两个后回圈 一个是ii 一个是jj 它等于 a的matrix 的两个dimension 的index 好 它都去改变 每次都会改变 a这个矩阵里面 不同位置 它的数值 如果我没有预宣告 没有预宣告的话 它就会 每一次都改变 这个数值 那a的大小 就一直在变大 一直在变大 因为这个i跟j 它是从小变到大 所以a就一直在变大 其实它会非常花 manlab的时间 那有时候我们算一个东西啊 可能要好久好久的时间 好 我们希望就是 哎 去节省那个计算的时间 所以在这要做 让manlab去节省这个计算时间 要记得去reallocate 你的指令 好 那我要怎么知道manlab花多少时间计算 这次我用到 tik tok 这两个指令 tik tok是什么 这个时钟啊 我们会听到 时钟会 tik tok tik tok tik tok 所以它是用来计时的 这这两个命令是用来计时 tik就是时间开始 tik tok 就是时间结束 那它会计算 开始跟结束之间 过了多少时间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 啊指令a跟b 就是 左边的这个程式码 跟右边的这个程式码 是不是真的 右边的时间会比左边的来快 右边的时间比左边的来快 所以我们把这个程式码copy到我的 啊 script edit 里面 我先 把 上面设为第一个 区块 我的session 我把 这个是我左边的程式码 没有pre-allocated 那这是我右边的程式码 有pre-allocated 那我先执行上面 我再执行下面 看看下面是不是比较快 好 所以执行上面的时候 啊 我就按 run session 那我们来看看 metab 花的时间 下面 是三 点七六 那这是我的 电脑上面画的 下面 哦 我们看下面 一样run session 下面这个区块 metab要花 一点四八秒 哦 所以这个时间差 啊 其实蛮大的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需要 好去执行 某个程式码 那都要 啊 你知道这个记忆体要花到多大 就是变数要花到多大 那去reallocating 这些程式嘛 啊 这些记忆体它的位置 好 那这边说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移动到 exercise 在第十四页 哦 所以第十四页这边 我想exercise留给大家 练习 那 这个exercise 题目稍微解释一下 好 所以我下面有一个matrix A 那 接下来在这个 啊 example 希望大家用structure programming 你不要用 呃 其他的方法 就是练习structure programming 这方式把 A里面 的entry copy到另外一个矩阵 B里面去 好 那这时候B这个矩阵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value 都跟A一样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去找这个 B里面的value 是negative 是负数的 比如说这个负1啊 负14啊 负13 ok 那去改变它们 把数字改掉 改成什么数字都可以 那但是就是要改变它 这时候 你要改变它 你可以用 譬如说一个for回圈去跑它 把B这个矩阵里面 每一个entry的位置 每一个entry都检查过 然后找到 它的数值是负的 然后把它改成另外一个数 就是利用structure programming 用一个for应该就可以完成 好 那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好 那同学 我们快要把structure programming 的部分结束了 好 那我们现在 讲到 下一个指令 break 那break这个指令 其实 大家平常不用记它 你只要记得它 跟while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我们在执行一个while程式的时候 是 当这condition成立的时候 我就会 继续在这里面 执行 这是我一个回圈嘛 while会继续执行 那但是有时候 我们除了这个condition的判断以外 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条件判断 其他的条件判断 那 这时候我可以用break这个指令 就是说 当其他条件成立的时候 我就跳出这个回圈 它就跳到 end的这个地方来 好 这个是break这个指令 OK 那 像这样的指令 它有时候可以避免一些 电脑当机的情形 比如说 你程式就卡在while回圈那边 出不来 这个是写程式 常会遇到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地方 是 大家不用去 太去记它 但就是 如果你有需要 你回来看这个slide 我的break 跟我的while 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 以上我们就完成了 structural programming指定的介绍 那 接下来我们讲 一点点有关写程式的小技巧 小技巧 那这小技巧有时候 其实帮助你还蛮大的 OK 那 其实有一些我刚才讲到了 比如说 我用 我在执行一个程式之前 我用clear all 把记忆体里面的变数都给消掉 记忆体的变数都给消掉 OK 那有另外close all 它可以把我的figure 把我的figure 把我的图形都给关掉 所以 画读 我们再过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会教 那这些图形画出来以后 有时候我们要关掉它蛮麻烦 我们可以用这个指令 好 那这边少了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指令叫clc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的comment window里面 其实有 有蛮多history的 那如果我要把这些history给清掉 我就打clc 这个指令 它就会把它清掉 那再来我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的程式结尾 会加cmicolumn 什么意思 比如说像下面这个 aj行加cmicolumn cmicolumn 会让我程式执行的结果 不显示在comment window上面 因为我程式有时候写100多行 那如果每一行执行的结果 都显示在我的comment window 那comment window 会一下就变成非常的乱 所以大部分我是不希望执行的 那不希望执行 我就放个cmicolumn 在后面 它就不会去执行 应该说不会把执行的结果 显示在comment window 好 那所以这是这个部分 好 那另外一部分 看其实 ellipsis 在 在这边 ellipsis是换行号的意思 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metrics A 这A打下去很长 A打下去很长 那 有时候太宽了 会 我这个script editor 可能会到 它会打到很右边的地方 这时候我可以用这个点点点换行号 让下面这行接续上面那一行的指令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把它copy 到 我的script editor里面 script editor 好 如果我是 本来 A这个metrics 如果要打 应该照这样打 那 它可能 这一行还不是很长 但有的指令它可能很长 那很长我想要 换行的话 不要让它那么长 在同一行里面 可能用两行或三行 来撰写这个程式 那我可以打点点点 点点点以后再按换行 MateLab就会 辨识说 这两行其实是属于同一个 comment 它会这样辨识 你不能直接换行 直接换行 它会给你error message 所以你用 ellipsis 好 另外一个小技巧 小tips 是 Ctrl C Ctrl C 不是叫你直接打C 是按键盘上的Ctrl 然后按C 什么时候去按它呢 有时候我们 MateLab在执行的时候 会当机 当机的话 右下角这边会写 busy 就是它在执行 执行某个程式 它会busy 好 比如说我执行 呃 原本的程式 这个程式 用Fall回圈执行 一万次好了 像这样执行一万次 好 我用一些tips 来 首先这个Fall回圈 我新打一个N 等于 这样不止一万 一百万次 这个Fall回圈 看起来就不好看 所以我把它 先mark起来 然后按右键 smart indent 这个Fall回圈 就有层次 看起来就很好看 好 那这个Fall回圈 我要执行它 可能要很久很久 但执行到一半 我要把它停下来 这时候我就按Ctrl C 我先按RUN 按RUN 按RUN 我回到我的MATLAB 这时候右下角 左下角 左下角会写BZ 它在忙碌中 忙碌中我的游标 就没有出来 那 那两个箭头 这时候我按Ctrl C 它就会跳出来 这个指令 这可以帮助我 假设我程式 写到当调 本来一般程式是不会 呃 就一直执行这样子 但是我程式可能写错 它就当调 或者我 在RUN 我的程式发 让到一般发现 啊 其实我写错了 我要把它 quit 然后重写 这时候我按Ctrl C 就可以出来 好 再试一次 我执行 这个程式 这时候 程式执行中 MATLAB 左下角会显示BZ 那我的 这个箭头 我的游标 Cursor 那个箭头 双箭头会不见 这时候我按Ctrl C 它会跳出来 所以 这是蛮好用的一个 一个小tip 就交给大家 好 呃 所以 我现在正式把 Programming 的一些tips也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移到下一个单元 Function 好 移到下一个 Function 所以 在 刚刚的课程中 我们介绍了 什么是Script 什么是Structural Programming 那些Script 一些tips 是什么 一些小技巧是什么 那 接下来我们要先讲 新讲一个观念 讲一个新的观念 叫做Function Function 这个观念 它跟Script 非常像 但是它又不太一样 什么是Function呢 一些我们常常会需要用到的 程式 像这样的程式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它写成自己独立的一个Script 那我可以去呼叫这个程式嘛 我每次需要 我就呼叫这个程式嘛 那 像 有这样功能的程式嘛 我就叫它Function 它跟Script不太一样哦 Script 是我写在那边 我要去使用它是 我要把这个Script打开 打开了以后 我就去执行它 但Function不是 Function是 我把它写起来 写在某个点 mfile 写在那边 那我要去呼叫它 我是用另外一个Script 或另外一个Function 去呼叫 我要用的这个Function 所以我不用去 Script Editor 把这个Function打开 我可以直接在 MateLab里面呼叫它 在MateLab里面呼叫它 所以我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呢 我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那怎么样去撰写这样一个Function 这就是现在 接下来的课程内容 要教授的 好 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大家记得MateLab一个内建的Function 叫做Min Min的意思是去算平均数 所以说如果我有一个Vector A 10 100 55 我要去算它的平均数 我就打Min A 它就给我它的平均数 它是一个Function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是在MateLab底下 好 Key这个指令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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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Key这个指令 其实我没有去把Min这个Script打开 对不对 它是去呼叫Min这个指令 所以这个Min它就是一个Function 它是一个Function 好 所以这个Function长什么样子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去了解的 好 我们要先了解 MateLab内建的Function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自己建Function 就是写一个跟它很像的 Follow它的规则 这个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先来看这个Function 它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要去看这个Function里面内容 我们就是要用Scripteditor 这个edit功能 这个会是告诉我们 Min.m它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把这一行Copy到我的Command window 好 这时候我的Scripteditor 就会把Min.m打开 那我们看Min.m这个Function里面长什么样子 我会看到 刚开始就会有一个Function的蓝色的字 在MateLab里面 蓝色的字表示它是一个关键字 一个Keyword 这些Keyword就代表它有某些特殊的功能 好 所以这个Function是什么呢 这个Function是Y等于Min 好 然后 这边有一个Min 这个Min 这个Min 这个Function的名称 那这个Function它有什么 它有Input X Dim Flag 这些Input 然后 这个Y等于意思是说 我的Output 我就把它送到Y Output送到Y 好 所以刚开始我一个标头档 这个Function的Input 就是括号里面的这些数值 它的Output就是Y 就是等号前面的那个变数 那Function的名称叫Min 好 那这个Function Min它怎么使用 这下面有一大堆Common 一大堆注解 一大堆注解 那这注解是给我们看的 不是程式码 它是解释给我们看 那注解之后就有一大堆程式码 这程式码有点复杂 我们先不要看它 总之 所有的数值运算 加减乘除 的处理 全部都在下面这一块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大的一个程式码 所以这个Function 我们回到超影片 这个Function它的结构 长什么样子 我们按了Edit 汇取以后 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画面 当然不完全 不完全 不过就是 我会有Function 首先会看到一个Function的关键字 这是我的Keyword 它是Function 然后会有一个Y Y是我的Output 就是我算完 mean的数值 平均数了以后 我就把它丢到Y 好 那它会有它的Input OK 此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FunctionName 在FunctionName也等于什么 等于我的FileName FileName就是min.m 这是我的FileName OK 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些comment 那接下来是我的code 所以整个Function它的结构就长这样子 那Function跟Script有什么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Function 如果今天这个程式嘛 它要写成一个Function 在我的comment window 要能够呼叫到它 这时候它一定是有Keyword 那它会有一个FunctionName 这个FunctionName跟ScriptName要一样 那我Script Script它不会有Function的Keyword 不会有这一行标头档 这是它们两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因为有这一行标头档 所以我在MyLab的comment window 或是其他的程式 我就可以去呼叫mean这个Function 那mean怎么执行呢 当然它有一个标头档 跟它的comment 这边它都不会执行 这两个地方 它会执行下面这个code的地方 会执行这个code的地方 然后把我的数值算出来 然后再丢到y y就会被丢回到我的comment window 会被丢回到我另外一个呼叫mean 这个Function的一个Script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的buildingFunction 那在我们一样回到这边 在这里面我会看到 这边我帮大家把注记好 注记好了 OK 好 那我们回到下一页 下一页第19页 这边其实是刚刚的一些观察 刚刚的一些观察 那些观察就是留给大家去看它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create 我们第一个自定 方程式 User Define Function 那在这个User Define Function里面 我们看到它是free body 自由落体 那大家在国中的时候都学过 x等于x0加v0t加2分之1gt平方 也就是一个物体 它从某个位置开始落下的时候 它的位置会等于初始位置加上初始速度乘以时间 加上2分之1乘以重力加速度乘以时间的平方 像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那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哦 我有几个input 我要计算我现在的位置 我要告诉你几个input 我要告诉你我初始的位置 我告诉你初始的速度 还有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是三个input x0 v0 还有t 我有几个output 我有一个output 是现在的位置 现在的 的位置 x在这里 所以大家看到 我现在要create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有关键字 function 它的file name 就会等于它的function name free body 那它有三个input 一个output 那这边有一大堆注解 就先不要管它 注解是写给 就是有需要用这个function的人看的 那下面这边就是依照 这个equation 写下来的方程式 依照这个方程式写下来的equation 那这样就是我们第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先把它 儲存在 先把这个example copy到我manlab里面 好 这时候 我把它copy到script editor script editor ok 那我要执行之前 我要save 去储存 去储存 这个example 玩save的时候 啊 糟糕 我把它save成 等一下 我要把它save save这个档案的档名 要跟我的function name 要是一样的 所以我按save 理论上 当你是一个新的程式的时候 它会自己帮你把档案名称 改成free body free body 我就把它save成free body 好 那我要怎么样使用free body呢 因为它是一个function 我不会去把那个script打开 把刚刚那个function script打开 然后去使用它 那我要做的其实在comment window里面去呼叫它 我怎么呼叫它呢 它的名称叫free body 那我可能 假设初始速度 初始位置是0 初始速度是0 那我如果掉下去10秒钟 这时候我的位置在哪里 我按free body 它告诉我490公尺 490 OK 所以这个就 基本上是function的使用方式啊 就跟我的cosine 10 一样我在comment window里面呼叫它 就知道结果 这样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function 好 这个function还没结束哦 还没结束哦 我们多看一个东西 多看一个东西 来大家会注意到 我在 这个equation里面 有一个点乘 大家记得点乘是什么吗 乘跟点乘差别是什么 那为什么这边要用点乘呢 为什么这边要用点乘呢 好 好 乘的话就是两个数字直接向乘 对不对 那点乘是什么 element wise multiplication multiplication 就是元素跟元素之间直接相乘 这个点乘其实很重要啊 大家记得 比如说我打cos的时候 我后面可以加一个vector 比如说 12345 我的input是一个vector input vector 每一个分别cos数字都可以算出来 那我free body 可不可以比照这样做呢 free body 如果我这边 是初始速度是0 初始位置是0跟1 初始速度是0 也是一样跟1 还有我的时间是10秒钟跟20秒钟 这样子 可不可以算得出来 因为我用点乘 他可以算出来 他会算出两组数值 一组是0 0 10的结果 409 另外一组是1 1 20的结果 1981 OK 如果我今天 在script editor里面 把这个点去掉 好 那我 按save 这时候 我第二组 第二组 应该说我这个input 他就算不出来 他就算不出来 因为他 这时候我的input 是一个vector 应该说三个vector 我的x0 这个vector 我的v0 这个vector 还有t 这个vector 这三个vector 我要他们去计算 其实是他的element-wise multiplication 也就是说 这个t要乘以他原本 他对应的t的位置 而不是三个vector 去相乘 那如果我用乘的话 乘法 那是vector 相乘 这时候就会t 乘以t就算不出来 是要t点乘t 才算得出来 好 所以如果我今天 写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要能够 作用在 我的input 或者是有multiple inputs 也就是说我的input 可能是一个metrics 可能是一个vector 它能够作用 一定要在里面加点乘 所以这个小技巧大家要记得 好 那再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范例程式 这个范例程式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的input 可能是很多个 我的output 可能是很多个 或没有 或没有 好 所以在这个范例程式里面 我要算的是什么 我要算的是一个物体 它 我知道它的速度 初速度 跟 末速度 就是说 在一个 一件事情 发生之前 它的速度 v2 发生之后的速度 跟 发生之前的速度 v1 然后发生之后的时间 跟发生之前的时间 好 那就好像就是在做微分一样 那 在说 算这个function的时候 我的 我的equation 是什么 我要算它的a 跟算它的f f等于ma 那a等于 呃 末速度减量 初速度 除以末时间减量 初时间 我先算出 利用这个equation 算出a 再利用这个equation 算f等于ma 我的力 差别是多少 要撕给它的力是多少 这时候我的input 其实有v1 v2 t1 t2 还有m 这五个 这五个在这边 那我的output有两个啊 a跟f 这时候output有两个时候 我要用中括号把它刮起来 中括号刮起来 那一样 我要算它的时候equation 就写来这个地方 function的下面 这不难 那记得要用点除 要用点除 那用点乘 在这个地方 f等于ma 那这时候这个function 它就会有multiple的output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分别指定到a跟f 在这个位置 a跟f 那input的部分 input的部分 就是一样就是我 我照这个方式用dote 把它们给分开来 ok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这样的function 我有multiple output 我要怎么样去读到这些output 我在外面也是要刮号 我去呼叫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叫做acc acceleration 那我给它input是五个 output要怎么样得到呢 我要用中括号 把两个变数刮起来 那acc 就会把它的acceleration 直到第一个变数 把它forge 直到第二个变数 ok 好 那知道了这个以后 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小练习 这个小练习 让大家试试看 这个练习其实比较难一点 我故意把它做的比较难 让大家画一些心思 看怎么把它做出来 这个练习是 大家要去写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它有input 应该说这个function不会 它没有input 但是它会pop up一串字 然后跟使用者要一个input 这input是一个temperature 然后它的单位是farenheit 所以是dof 的一个温度 什么意思 这个function它没有input 它是 我执行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会pop up一个window 跟你说 能不能给我一个温度 是farenheit温度 然后 知道farenheit温度以后 它要算出它相对应的celsius温度 就是它的摄氏温度知道 它的滑氏温度知道 我算它的摄氏温度 所以它等于 其实要去算c c跟f的关系是什么 f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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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input不是number 它就一直执行 一直执行 知道你的input不是number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范例程式 我叫这个程式叫做f to c 好 那我这个程式其实已经在 这个function已经在 我的folder里面了 我已经写好了 那我如果打f to c 那我去呼叫这个程式 它会问说 我的temperature in Fahrenheit 是多少 那假设 我知道一个温度 32度f就是0度c 我就打32 它的数值 它告诉我说temperature in c is 0 它就告诉我这个数值 如果我的Farenheit是100呢 100度f 它相对应的 摄氏温度是37.7778度 OK 好 那这个function会一直跟我要 一直跟我要 我要你输入一个input 它是多少 那我可以一直打 但是当我按下Enter 不打任何数字的时候 它就会跳出这个function 不再继续执行 OK 那所以这个练习留给大家 那我下面有给一些提示 你可以考虑到使用这些metability的function 那包含input is empty break display number to string 这部分是有些计划的 那部分我想就留给大家google这些指令 它们的用法 所以这一题虽然比较难一点 但其实花一点时间应该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大家试试看 好在课程结束之前 我们还有两件事情要说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function它的default variable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其实我知道function 其实它都会有input 大部分 都会有input 那这个input部分 有时候是有一个 有两个 有三个 有四个 比如说什么样的function 会有一个或两个 假设 zero 这个function 它是去initialize 一串vector 或metrics 它的数值 里面的数值都是0 那如果zero 我里面只放10呢 它给我的是一个vector 它里面有10个0 10个0 这样一个vector 但如果我下的指令是0 0 10 10 10 它是给我一个metrics 里面全部都是0 那它dim是10个row 跟10个column 那这时候很明显我的input 一个是10个 那一个 对不起 一个input 是一个 另外一个input 是两个 它input的数目不一样 input数目不一样 那metrics 有这些function 要能够知道说 我有几个input 怎么办 这时候 这个function有一些内建的input arguments 一个是number of function input arguments 这就告诉我 譬如说如果在第一个例子 我如果打0 10 括号10 那这时候 我的nargin 这个variable 它的数值就是 会是1 如果是打0 10 common 10 这时候这个数值 就会是2 那这个是number of function input arguments 那下面这个example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有一个叫pillar pillar这个function 这个pillar 它会有 可能有三个input 都dheight ok 都dheight 这三个variable 这是有可能而已 那如果 当我的input variable 它的数目是两个的时候 这时候啊 它就会 要指定一个height 一个default height height 让它数值是等于1 所以 这个就是 像这种number of function input arguments 会用到 那再来 你有input argument 当然就有output argument 那这两个都是 那这两个都是 它default 用来 告诉 MateLab 你这方便要写得好啊 下面 你必须要能够去抓 到底使用者是给我 一个input argument 还是两个input argument 那我到底是需要给使用者一个output argument 还是两个output argument ok 那这个就是要利用这些内建的变数 内建的变数 那 argument 它的长度 一个input argument 可能是一个vector 或是一个matrix 它的长度啊 用这两个 用这两个variable VARGIN VARGOUT 这两个变数来知道 所以这是variable length variable length 好 这是比较常用的 这些function 会用到去看这个variable 它大小的 的 一些 variable 这个在写作业的时候会需要 所以就是请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再来 最后 最后 课程的最后 我们讲一下function handle function handle 是 是function的pointer function的pointer 那 它可以把一个function 写得很简洁 好 方便写得很简洁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执行一下 这个example 我们执行它 我现在要把它卡到 我comment window 直接在comment window 执行 好 我先把画面清除掉 好 我先执行程式的 这三行的程式码都执行 执行完以后 它会画图 直接plot 但我执行的时候 其实重点在第一行 这是我的function handle使用法 这function handle使用法 一执行以后 大家会看到 我的workspace里面 有多了一个variable 叫做f 那这个variable 它的type比较特殊 我double click它 它会写function handle 它的形态是一个function handle 它的function handle 它的value 就是我指定给它的这个value 指定给它的value 所以以后我呼叫f 呼叫f 它就可以在workspace知道说 这个f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好 那这个f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function handle是一个pointer 它是一个pointer 它指向什么 它把f指向这个function f指向function 然后f的input在这里 这是告诉我说f它的input是什么 那这个input指向这个function input以后就会被丢到function里面的x 所以这个function handle 它告诉我说f这个function 它就是指向exponential-2x 这个function 那x就要丢进去这个x的位置 ok 就把它丢到如果呼叫f就是把这个vector丢到exponential这个function去 所以我就会有一个x的vector f因为我丢一个vector进去 它出来也是一个vector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vector给plot出来 那functionhandle我们暂时不会用它 但是在后面的课程中在解equation的课程中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functionhandle 所以我先讲一下 那到后面我们会有一个review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那非常谢谢大家聆听 就这样谢谢拜拜